今天我們談談銀子越來越不值錢 長久以來都建議市民購買物業 購買物業一來住宅有實用性之外 二來銀子確實貶值是核心的問題 不是我做地產代理油賣花棧花香 其實在兩三年前都發覺美元不但不保值 更加是一路貶值 才會叫大家閃避一下 很多人不會有注意到美元長期的走勢 儘管近月來美元轉強了 但也預料這是近截性的反彈 兩檔美元強弱最簡單是美元指數 美元近月回升了幾個百分點 但在這三四十年裏 長期的走勢比較 略為回升了一點點 5月底升上94點 假如在80年代中 在164點的比較 美元持有人輸得很慘 由於投資要很多精神時間 並非人人都可以 研究住宅物業 不算複雜 適合長線的投資 如果是車位 即使是車齒品 但還是比較簡單 在90年代初 一個地區的車位價值大約十多萬 近期新界也要二百多萬 九龍是三百多 香港大約四百多 近期九龍豪宅 一個住宅樓盤 一個車位成交了六百萬 打破了全香港車位的紀錄 何況實用性的住宅 價錢更加有得談 香港呈現了樓價的強勢 不是全部樓價上升的因素 是美元長期貶值的影響 美元長期量化寬鬆 香港與美元掛勾了 美元的跌幅 港元唯有隨波逐漏 跟著美元貶值 成為了樓市 上升另一股很重要的動力 投資者不想持有太多美元和港元 自然要找一些投資對象 物業是業滿的選擇 全世界大約 銀行